曾經講過 在中國有一句話 有錢就可以任性 今天不是講嗎 李文已經是國際巨星了 可是居然有人敢對李文說瞻倒視 吃個香蕉也說 你不知道在鏡頭對著你嗎 還敢抓著手 又把他給拉出去 剛剛講 這就是剛剛講 中國好生意的副導 他之前還幹過一件事情 這是他媽媽 這是他小時候 他當時 他就是追清楚 他想見誰 他就可以見到誰 這兩天被挖出來了 這個柳莉跟他的媽媽 是讓那個節目 這個節目其實也是蠻紅的 主持人呢 就先把他媽媽加上 那個琉璃在那邊 像粉紅色衣服那個 他就是中華生意那個副導 對那個副導 就是去罵李文那個 他之前就可以 他憑什麼可以上這節目 一般的觀眾 不能這樣隨便來上節目的 他說他追星追 他追了很多年 就追到攝影棚來了 好 追到攝影棚 追誰追 無稽無稽是戰狼 那個男主角 對不對 非常非常紅 他媽媽先上來了 媽媽說 我代替我女兒 送你一個棒棒糖 他拿一個棒棒糖 好 那你還講說 今天你在中國有錢 第一個我當然可以到了 《中國好生意》裡面 當劇組 而且一下當了副導 是 我今天如果有錢的話 我可以在中國 我跟你講 我可以出資 我可以當女主角 沒錯 而且我今天如果有錢 我要跟誰拍戲 我就可以跟誰拍戲了 對 要被弄出來 這個叫做李切妮的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家很有錢 在深圳算是 所以可以鋪天蓋地 這樣子 海水會結洞了 他有一次 他就把陳冠希找來 陳冠希 說要他當男主角 時差72小時 其實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 就這個人嗎 就他 陳冠希到現場看了他之後 倒退三步 他說 我回家考慮一下 我不想演 好 回去之後呢 他們就跟他講 我們所有的劇的費用裡面 一半片酬都給你 給陳冠希 陳冠希就這樣子 被又逼回來演了 你知道嗎 演了之後 這個戲發生什麼事 他從票房 靈藥了 他在深圳 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們深圳很有勢力 深圳小學 中學到大學的學生 都要去看 被規定要去看這部電影 就像我小時候 全班就看梅花 看那個什麼 小時候全班就看劍橋英年傳 對 沒錯 小時候全班就看800狀 就是這個樣子 就這樣 所以成了票房大爆了 而且 我不在這包劇組 我包製作 我包男主角 我還包票房 對 我厲害吧 而且他還上了央視 央視來訪問這個女生 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個戲 這個劇本是他寫的 他原來是流水 在亂寫 誰有本小說 小說之後他跟他爸講 他爸很有錢 他是正二代 他們家媽媽做誰 爸 我要當小說家 隨便亂寫 寫了之後你知道嗎 刷了17次 17版 後來他們說 這個大爆款還得獎 後來深圳圖書館出來講了 深圳圖書館的倉庫 通通堆完了這部書 根本就是作假的 但是他講說 爸 我跟你講 我除了當小說家 我要當編劇 就組了這個劇組 你知道嗎 這個劇組 他說我要陳冠希來 當男主角 陳冠希來了 導演說 那女主角是劉亦菲 他想要之後 開派前一天 他說導演 這個是我管事 導演 女主角要換人 劉亦菲不適合 這個劇本我寫的 我告訴你 這是我的故事 所以女主角就是我得演 別人都不行 所以官宣前一天 換成他當女主角 這個戲裡面 陳冠希你知道嗎 所以他也是又親又無 又包 又來這一套 他高興 他開心 他花錢 他是大爺 所以甚至陳冠希 後來其實怎麼樣 都不敢再提這部戲 但是你知道嗎 他所發生的時候的事情 就是荒謬到一個極點了 還有一條戲 美國人 要是一條戲 那是任人 來一條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